工作人员真是好福气 有没有被我嘴巴的歌这样子 肖战养子刻意避嫌 别听他们瞎说人家俩好着呢 这几个高铁名场面就能爆料出两人私下里真实关系 场面一对你独有的称呼 他们就叫我养子的小猴子 或者小个人叫傲 同学就是养子姊妹扮演的林志孝 就像一个小太阳误打误撞的闯进了她的生活 养子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大大咧咧的女孩 她和圈内很多艺人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虽然她也和很多男神都有过合作 像李线 张艺兴 任嘉伦等等 但大部分都全储成了哥们 就连养子自己都说 他们都不把他当女生看 不过那是因为他当时还没遇见肖战 我们战战真的又把他当小女生看哦 别的男星对养子的称呼 要不就是哥们 要不就是直呼大名 而肖战却不一样了 曾经在余生的宣传会上 提到养子饰演的角色的时候 同学就是养子姊妹扮演的林志孝 他叫养子是姊妹耶 而且只要肖战提到养子的时候 他就会瞬间笑起来 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还有一次在剧中 养子正在天台上打游戏 肖战上来找他的时候 叫的是 叫死了好吗 扶我一把呀 好 而肖战可是男星中 唯一一个这么叫养子的 哎呦 这无形之中的狗粮幼 让我们吃的猝不及防 场面2 我是他老公 这段话许想必都被大家传疯了吧 可能连子自己都没想到 肖战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当时正在怕养子敲三脚铁那场戏 音乐会上一位子被手受伤了 所以临近演出前 他被换取敲三脚铁 演奏的时候心情非常低落 然而音乐会结束之后 还要受到别人的故意找茬和嘲讽 好巧不巧的是 我们战战正好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看到自己的媳妇被欺负 二话不说赶紧跑到杨子身后为他撑腰 而且我觉得林志孝同学的三脚铁 是整场演出的点心之铁 而面对别人质疑他的身份的时候 原本应该按照剧中走的肖战 突然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就直接说出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姊妹当时还愣了一下 然后赶紧用鼓掌来掩饰自己的害羞 肖战只是一不小心就说出了实话 咱就是说战战这人是真能处 杨子老公这个身份他是真敢承认啊 请你们继续保持这种大方承认的速度 场面三 甜蜜对唱专属情歌 肖战经历二二七事件的时候 也就杨子没有选择避嫌了吧 当年全网都在黑他 很多明星品牌方也都离他远远的 但杨子却没有这样做 2020年的星光大赏 算是肖战正式浮出露面的舞台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现 会带来更大的非议 还是受到他家的认可 而这种情况下 姊妹依然选择和他一起合唱 肖战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姊妹就一直在向他的方向看 而看到之后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战战慢慢走向姊妹的时候 也是满眼笑意 眼睛都笑成了咪咪眼 两人那个对视至今都让人记忆游深 姊妹下台的时候 还小声地对肖战输了声加油 这时候的鼓励对肖战来说 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首余声请多指教 对他俩来说有很深刻的含义 后来在这部剧播出的先导篇征 二人也是合唱了这首歌 时隔两年虽然地点不同 但他们还是他们 眼里的深情也依旧没有改变 场面四 公费谈恋爱 虚声这部剧可乐严重怀疑 杨子和肖战戒指拍戏 而更方便自己谈恋爱 每一集最后都有一个余声小剧场 以小彩蛋的形式出现 而之前在很多剧中也使用过这种方法 但像肖战和杨子这么自然 这么甜的 可乐还是第一次见 两人的互动就和遇场小情侣之间一样 一点表演痕迹都没有 肖灵知笑 剧剧采访那一段 演够了之后杨子又突然和赞赞皮说 而之后赞赞就开始抱怨他 那个语气感觉赞赞可委屈了 面对他的质问 紫梅瞬间心虚 眼神来胡乱瞟 身体扭来扭去 想着要躲 但看到糊弄不过去 紫梅瞬间又把问题 怪在了肖战身上 打开一碰圈 你看一集都发什么 要不就是那个什么病变的肠子 溃烂的胃 我怎么给你点赞 我每次打开都就在看恐怖片 好吗 两人你一言为语 看似在争论问题 实际上是偷偷给我们撒狗粮呢 啊 太过分了 场面舞小情侣打打闹闹 在之前曝光出来的路透花絮中 视频刚开始的时候 紫梅无聊的在转圈圈 湛湛在一旁玩手机 而看到紫梅这么可爱的瞬间 肖战也忍不住拿起手机来拍她 不有种她在闹 她在笑的感觉 后来两人又开启了自拍模式 湛湛贴心的站在前面 手里举着手机 而杨子则软萌的靠在湛湛身边 一会儿比叶 一会儿嘟嘴 像个小仓术一样 受到可爱暴击的肖战也忍不住 学着做和杨子相同的动作 两人的画面简直不要太和谐 不过下一秒 不知道是不是肖战故意逗杨子 看了一眼照片后 紫梅瞬间和她打闹起来 湛湛一边大笑 一边又赶紧凑到杨子身边哄她 男友力十足地将杨子揽入怀中 让人不自觉露出一幕笑 场面六 给对方过生日 肖战和杨子在拍戏期间 还一起度过了彼此最重要的日子 肖战过生日的时候 紫梅提前好几天就给她准备了惊喜 只要空闲的时候 就会拿着手机抓紧时间练歌 知道肖战喜欢孙燕姿 所以在生日当天 就为她唱了一首孙燕姿的《科普乐》 一度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快乐 站站当时看着姊妹的眼神 也是极致的温柔 而在杨子生日当天 肖战也和剧组所有人 一起瞒着她为她策划了一场生日 和大家一起为她唱了首当 我从前做吧 我的沙沙沙沙 策划的特殊 让姊妹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在事后的大合照中 两人非常惊愈地站在一起 杨子弯头浅笑 肖战则将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十分登队养眼 甜度爆表 场面期 姊妹的裙摆由我来守护 肖战给杨子提裙子的画面 直接可以封神了好吗 虽然这个画面 大家应该看过无数遍了 但可乐还是认不住要提前 两人就像公主与王子一样 顶配 绝配 无敌配 这是发生在2021年 微博之夜上的一幕 当时杨子穿着一身粉色泡泡裙 因为裙摆非常大 所以姊妹在走路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我们站站的眼神 整场就没有从杨子身上移开过 一直都在时刻关注着她的动态 当姊妹从她身边路过的时候 曾多次伸出手 想帮她整理裙摆 不过很不错巧 之前几次全都错过了 站站摸不到裙子的样子像个憨憨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两人同事上台领奖的时候 站站就主动等她 让姊妹走在前面 上楼梯的时候 站站主动弯下腰来 虽然群排很大 她也不慌不忙地帮她整理好 而姊妹发现后 也立马回头看向肖战 两人那个对视时的眼神满失深情 这哪是颁奖典礼呀 明明就是肖战和杨子的大兴婚礼现场 场面八 同台领奖默契作画 当年微博之夜的时候 两人分别获得了微博King和微博King 连拿奖拿的都是一对 怎么能让人不磕呢 主持人也在台上疯狂cue他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去年好像也是二位 这缘分简直妙不可言 在表达互奖感言的时候 需要他们两个用画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开始画之前 两人就互相对视一笑 好像心有灵犀 杨子画了个月亮 而肖战画了个太阳 两人真的这么有默契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寓意嘞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露出姨母笑 在介绍画的含义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杨子和肖战都有在偷偷笑哦 难不成两人真的是早有预谋 哈哈 不过画的也非常形象了 两人在粉丝心中都是闪闪发光一样的存在 余生夫妇的糖有没有甜到你呢 肖战和杨子不在一起 真的很难让CP粉们收场啊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肖战杨子的 记得来个一键三连哟 摸摸摸摸